哈囉我是江江 我今天來教大家怎麼安裝這個 GTA的模組 那首先呢你要到這個OpenID 我已經下載了所以 我重新再下載一次 OK我先把它安裝起來 選擇英文 然後按那個打勾 然後繼續按 Continue 然後他跑完之後呢 按確定 然後按Close 接著打開你的OpenID 選擇Windows 然後這邊選擇你GTA的路徑 一般會在C槽 選擇確定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打開之後呢記得按那個編輯模式 然後在工具 AsiManager 安裝這三個東西 安裝這三個東西 按Close 接著我們在這個 把這個Asi Copy到GTA的 根目錄裡面 然後這個 LUA這個Blogin 一樣下載解壓縮之後 把它Call到你的根目錄裡面 還有包括這個 Script的那個文件夾一樣 放到根目錄裡面 那因為 因為我是用OpenID Copy的 他有些資料可能會不見 所以建議是用Seed 就是 直接用文件夾Copy 會比較保險 所以如果你是用OpenID 複製的話 最好還是要檢查一下 OK 那我們接下來安裝 那個 Script Hulk B 然後將這個 DLL檔 這兩個檔案 把它圈起來 然後抓到根目錄裡面 接著呢我們安裝這個 Alanpad 我們先下載 解壓縮之後呢 打開 它會有 Script 然後 把這個 檔案 丟到這個Script裡面 文件檔叫Mods 那因為我 原本就已經有新增Mods 這個打開 然後 新增一個文件夾 叫Update 然後點進去之後 新增一個文件夾叫 X64 然後你到 根目錄裡面的Update X64 然後 複製這個 DLC Pack 到這個Mods Update X64裡面 貼上 那 那因為檔案很大 所以要等一下 OK 接著到根目錄的Update 然後複製這個Update 到Mods 到Mods Update 這邊貼上 然後 確保 你的那個 檔案都有在裡面喔 然後到這個 Mods Update X64 DLC Pack 將你的那個 AllonPatch 的那個 File夾 Copy到這裡 然後 Native UI Copy到 Scrap裡面 最重要 的是這個步驟就是 AllonPatch裡面 有一行文字 就是 Items 裡面會有一個 DLC Pack 然後 它有一行字 是那個 AllonPatch 它這兩字呢 要Copy到 Mods update 然後update 的rpf 然後 comment data 然後data下方有一個叫做 DLC list 把它Copy到桌面 打開用 70本打開或是Wattpad 然後在最後一行加入這行字 然後儲存起來 再把它丟回去 蓋過 這個步驟完成呢 你就可以開始新增你的角色 Mods update 然後 X64 DLC Pack 然後點開這個 AllonPatch DLC 然後點Patch 然後呢我們現在先把這個 那個 我先安裝這個老皮跟那個 捷克 那我先把它解壓縮 然後把它的全部檔案都丟進去 就回到桌面把這個AllonPatch 把它打開 以系統管理員分身份打開 然後按這個Patch 先把那個名稱 抓下來 然後 按這個AllonPatch 名稱名字 然後在這個 Type 輸入Normal 按這個AppPatch 然後記得要按Review 那我現在在安裝這個 Sample Trainer 是一個 外掛模組 然後這個東西呢就是把這個 INI跟ASI丟到這個 GTA的 根目錄裡面 X64 然後I跟W 那未來可能會有C跟V啦 就是看到說你要安裝什麼樣的模組 就用 就裝什麼樣子啦 那我先 Copy這三個東西 複製 然後到模組裡面貼上 如果你直接把模組 Copy到下面的那個 文件夾 RPF裡面的話 它會自動更新然後就會蓋過你的 你新增的東西 所以我建議是直接把它 Copy到Mods裡面 它這邊有教學 它放在Mods 然後X64E裡面 這個是那個 保護傘的一台車子 車子的模組 那我們就點下去 點到 X64E 然後 那個模組裡面 Level 然後去TA5 然後Vehicles 車輛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 蓋過去 接著我們來 安裝這個 殭屍模組 那這個殭屍模組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之後呢 把它這兩個檔案 DLL跟P DB這個 把它Copy到Script裡面 就可以用 那 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可以先看一下ReadMe 就是 說明 它上面會有教學 它會告訴你說一定要先安裝這個 作者前面講的 script Hockby 跟 script Hockby.net 還有Netic UI 這三個東西一定要裝 OK我們先 先到遊戲畫面裡面喔 我們點擊L的話呢 它會出現一個 一個角色選單 然後我們可以切換我們剛才 新增的角色的樣子 像我現在選擇那個傑克 然後我們按F8的話會出現我剛才 安裝的那個外掛 就是它可以變很多人物或是它可以傳送到什麼地方 或是它可以換 車子 變換車子 換腳踏車 可以換不同的腳踏車顏色 然後它可以換人物 換天氣 換車子都可以換 然後換直升機 飛機 然後它可以 就是有些 設定可以用啦 但是因為它都是英文的所以要自己模索 然後它有坦克車 汽車 就 玩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我現在是用老皮 那我們先點開這個殭屍模組 那每個殭屍模組的 使用方法 方法不同 那它的說明文字都會有 介紹 我應該要是用的 要是用來的 這個殭屍模組 這個殭屍模組 也是用來的 這個殭屍模組 也不是用來的 就是用來的 在那裡 那這個殭屍模組的方法是按F10 按F10之後你就可以選擇你要哪些東西要有 那我先不勾那個快速的殭屍 因為按了快速的殭屍他就會跑 就很難打這樣子 那這個模組如果你不想要的話呢你就回到script然後把那個 殭屍模組的兩個東西刪掉 OK 我今天的介紹先到這邊那如果你喜歡的影片呢記得訂閱分享按個讚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可以看到你 我會有準備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拉倒